悟空的圈圈到底有多大用 我很好奇 先来看设定 防护罩透明 自己人可以从外面进去 白龙马 我还没进去呢 也可以从里面出来 外人碰到防护罩会被弹开 产生火焰 让他虎豹豺狼 可以抵挡虎豹豺狼的物理攻击 妖魔鬼怪都进不来 也可以抵挡妖魔鬼怪的法术攻击 不挡风 不遇寒 要不能脏风 要不能避寒 我们直接来看这个罩子究竟是什么材质 罩子的前提一定得要透明 透明才可以让妖怪第一时间发现藏生 可以当虎豹豺狼 说明抗压抗冲击 耐火说明容变高 那很可能是单机养化率 也就是透明的蓝宝石材料 可以防住力量性选手 这玩意儿抗压强度2000兆帕 1厘米的厚度足以让6000克的大象 两只脚站在罩子上 蓝宝石硬度高但是韧性差点 保险旗舰里面再来一圈聚碳酸汁 防弹玻璃就用了这个 抗冲击强度高 可以防住速度性选手 1厘米后能防住马格兰 4厘米后可以防住AK步枪的762子弹 放在吸油机里面没问题吧 这两层都是透明材料 也符合画面表现 两层照着表面拽出细密的小孔 一方面为了透气 另一方面也能透风 符合电视剧的剧情 白骨筋碰到后自动弹开 此时防腐罩盒里面的人都没有施加力 那么弹开就是白骨筋肌肉收缩 脚底因为高温产生火焰 符合触电的表现 高电流通过白骨筋的身体产生高热 可以引燃周围的易燃物产生火焰 但人体的脂肪就是天然的易燃物啊 这都没有被烧焦 果然人与腰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 我曾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最大的问题是蓝宝树是绝缘体啊 如果想形成导体就得添加导臉材料 且不能影响罩子的臭密程度 最好的方法就是表面镀膜 我直接用氧化烟细度在罩子外面 就是光阶领域常用的ITO膜 只度外面不镀里面 只要巴结跑出去就不会出电 这玩意儿高导电性和高透光性 土外面也不会影响罩子的透明度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为啥悟空把巴结赶出去 巴结还没有出电 不愧是悟空这时候拉了电闸吧 走了才把电闸合上 所以悟空说不怕福报豺狼 那还真能放 不怕要么鬼怪 就得看他们的法术是什么了 我把法术法宝分为几大类 一是接触类 比如黄金神需要和目标接触才能捆到 被罩子挡住自然也就没啥用 第二类是生意类 比如蝎子精的琵琶 因为罩子上面有细孔声音自然也能传进去 所以外面还得有一层隔音层 多层隔音棉能起到类似的效果 但是不透明啊 我认为最好直进两层罩子中间抽真空 可以抵挡蝎子精之类的琵琶声 这样一来直进葫芦也就没用了 我都听不见你说啥 自然也就不会答应啊 这样一来罩子也就不透风了 为了让防护罩更加牛逼 刚才作风的设定得舍弃掉 需要悟空单独解决一下呼吸的问题 不过一个好处是杀身也就不用动脚了 第三类是光线类 比如多目怪的金光 需要防护罩完全把光线挡住 要想平时透光暂时完全不透光 那就照两层骗针剥裂 平时照两层骗针的方向相同透光 暂时改变骗针方向即可抵御光线内法宝的攻击 第四类是元树里 风火雷电 比如巴叫散散的风 黄蜂怪你们的黄蜂 横海儿的三倍生火 雷公电母的雷电 理论上只要想办法让罩子稳住不动就防住了 牛逼的罩子除了防东方的法宝 还得防西方的魔法 魔法是魔力在魔法阵里流动才生的效果 如果魔法阵刻在自己的身上就成了魔术回路 魔力像电流一样只要有电视差 只要接通了就能从高到底流动 然后就有了补魔 做工之后也可以从低到高流动 类似星星大法一样 铁能导电墨师也能导魔力 所以马路歇尔魔力流失了就得多吃肝脏不停 魔物的游子不导电也不导魔 于是深吸的胡子常年不行就不能附着魔法 那有了 在外面再涂上一层油 不影响透光性 因为不倒魔所以能抵御魔力的渗透 如果魔力攻击带有超高能量杂斑 比如哈利波特的魔法痘刻已经是为高能力指数 低向上的传递能量 我们能看到是因为同时有可见光之类的电磁辐射 或个墨资的防复罩本身发光 物体碰到之后会燃烧起火 形态是流动的薄魔 那应该就是高温的离子魔了 可以造成灼烧伤害 如果加上磁场让带电粒子偏转 只要形成回路和电视差就能产生电流 又能造成电机伤害 所以类似瓦看达的罩子一样 同时能灼烧和电机 很多电影的罩子也是这样 但再厉害的罩子也挡不住利大专飞 强如能把灵体化为粉末的激灵亭周魂魔 也能被医护他们高密度的灵力炮弹轰开一个洞 为什么伏地魔的魔法更猛 我合理怀疑伏地魔的射线里面是不是有中止术 因为不带电影就不受磁场的影响 就不会被强制拐弯丢失目标 还能直接撞原子核搞搞核反应 只要都能够高等粒子层可能挡不住 然后就把霍格沃知道罩子轰开了 那我就直接来两层寒线玻璃 中间灌满重水 核反应的中止减速剂就是用了这个 好吧它也是全透明 只要重水层足够厚 理论上就可以把中止术减速到热能级别 寒线玻璃还可以挡到魔法中高频率的电磁辐射 招下粒子射线和电磁辐射全挡了 好好好 招下伏地魔来啃大瓜 唐生也不用怕了 所以一个绝对防御 绝对牛逼 符合画面表现和剧情设定的防复罩就做出来了 孙悟空画一个圆圈 最理层是透明的聚碳算枝 防速度型选手的冲击 第二层是透明的单机氧化铝 防力量型选手的挤压 外层度透明的ITO薄膜 通电电机外来生物 还能一定程度上防激光 第三层是透明的真空层 防生意内法宝的攻击 第四层是透明的可调的片子片组合 防光线内法宝的攻击 第五层是透明的青油层 用魔物油层来做魔力的绝缘层 防魔力渗透 第六层是透明的高温等离子层 阻挡西方的普通魔法攻击 着烧外来物体 同时还能施加电机 第七层是透明的重水层 用来阻挡伏地魔之类的boss攻击 各层厚度可以视环境情况 和孙悟空的法力情况左倾增加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挡住东方的妖魔鬼怪 连西方的魔法也能挡住 更重要的是杀身也不会动脚 别省着坐着脚了 这样应该能绝对安全了吧 要不就引上去 让悟空看看